今天演講不敢當 我就當作跟各位聊一聊 在產業工作好幾十年的心得 我是花蓮出生長大 國中畢業以後未來要考台北工專 就從花蓮北上到台北 台北公專畢業之後就留在台北工作 台北公專畢業的時候 我還差一個月我才滿20歲 在那個年代的小孩子就比較早熟一點 就是必須及早的進入社會 面對社會的磨練 在那個年代非常的感恩 我的父親母親幫我們扶養長大 能夠給我們可以讀書 可以以後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我特別提起這一點是要表達 對上一代而認真 學育他們的子弟 其實給台灣的產業業力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就是人產就是教育 這一點並不是光有產業政策就做得到的 這也說明今天台灣的某些產業外移 製造衛生外移或半導體去設廠 能不能成功能不能在當地落地生根 還要看當地的人才條件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這個主題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這個主題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今天的這個主題 叫做台灣產業跟國際的局勢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今天的這個主題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今天的這個主題 好 那我就開始今天的今天的這個主題